911 emergency Hernandez 2480 我的妻子被撞了 有一個人在我家 我被撞了 她被撞了 我希望她死了 电话中男子口气紧张 向警方表示 一名陌生人闯入家中 开枪射杀自己的妻子 但事实真相似乎没那么单纯 Tommy Randolph 整个人都打了 这名民众汤玛斯的男子 有过六段婚姻 但其中四位妻子都命丧皇权 因此检调也怀疑 他是为了骗取高额保险金 而杀害女伴 汤玛斯看似饱受丧气之痛 背后却隐藏邪恶阴谋 这起事件在2008年 曾轰动一时 警方在深入调查后 更发现他透过前妻们的死亡事故 获利超过一百万美金 所幸在警方检察官和死者家属等人的多方努力下 他们终于成功将汤玛斯告上法院 究竟他将从此被定罪 还是再次逍遥法外 寻找下一位情人 都成为关注焦点 三连新闻这段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出现 转发 公布